这几天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除了在超商跟大卖场销售的食品之外 台北市卫生局也把检验的范围 扩大到了市面上的连锁饮料和冰品店 因为有部分冷饮使用的果汁和果浆 可能使用了含有塑化剂的起云剂 另外卫生局也接受市民申请 免费检验疑似有问题的产品 不好意思我们要带250公克 然后我们要进行 我们这个里面装满的话 大概是接近三百 卫生局检查人员把百香果汁 倒进容器里封存 准备带回去检验 就怕民众常喝的冰品和饮料 也有添加致癌塑化剂DHP 针对我们目前涉及的产品 像果汁 果姜 果酱这一类的产品 所以我们对像连锁饮料店 跟冰品店的这一类产品 我们就进行专案的检查 北市卫生局表示这波稽查重点 包括要求业者提供所有原料厂商名称 一旦发现来源是预生公司 将要求立刻下架回收 另外也会针对可依食品进行抽验 检验结果预计七到十天就会出炉 由于塑化剂风暴持续扩大 为了让民众安心 北市卫生局从二十七号起到六月十号为止 总共十二天除了端午节假期之外 将免费为市民检验食品和饮料 但产品必须是未开封的 我是觉得说我检验我才放心吃 如果说它开封过的 那事实上老实说我们不能避免说 它事实上会不会有一些人为污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建议以未开封的为主 北市卫生局强调送验食品一定要有完整的外盒包装 及食品名称每人以一件为原则 若是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 已经公告为合格或不合格的产品 则不再重复检验 记者赖水明谢奇文台湾报道